七寻老太太寻找房客 只为了宣泄自己的欲望 终于她找到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子 却失手杀了她 今天胡江要带来的电影是 房屋出租 在丈夫去世后 乔一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她 要开始过好日子了 可是当她来到银行时才知道 丈夫不仅把存款都花光了 还欠了银行一大笔钱 要说没钱的日子是真难过 乔一吃了上顿没下顿 买东西全靠硬币凑 不仅如此 镇子里的小混混还欺负她 行为极其下流 乔一为了生活 把多余的房间租了出去 不久就来了一对夫妇 她和妻子小美十分投缘 他们有空就聊天 互相倾诉彼此的生活 可她丈夫是个强势的人 不满意现在的房子非要搬出去 乔一又变成了一个人生活 后来她收到了小美的来信 说自己忍受不了丈夫的行为 于是离婚了 乔一也为她感到高兴 一来二去 两人成为了比友 告别小美夫妻俩后 乔一把自己家改成了民宿 并积极地寻找租客 她瞄准了一个小伙子小安 她高大英俊 简直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乔一高兴生活费有着落的同时 还偷偷开始了一些小动作 她把自己的口水 混进小安的咖啡里 偷喷她的香水 甚至拿起她的牙刷 在嘴里忘情地刷了起来 不仅如此 她为了小安 花钱装了有线电视 就为了能和她多待一会儿 可看电视的时候 那群小混混又来闹事 小安可看不惯这种行为 出去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这下乔一更兴奋了 她幻想自己是电视剧的女主角 而小安是她的王子 她时常耍些小心剂勾引小安 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还要和她一起出门兜风 小安对她可没什么兴趣 通通蜿蜒拒绝了 可乔一就当不知道 时常给小美写信 说自己遇到了爱情的第二春 小安就是个完美情人 后来有一天 小美又来登门拜访 乔一照例分享着她的恋爱细节 脸上充满了幸福 可这天夜里 小美和小安在厨房相遇 他们两个俊男美女干柴烈火 一下就看对了眼 这一切都被乔一看到了 好朋友和梦中情人 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于是她对小美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让小美摸不着头脑 为了更了解这个独居老太太 小美去拜访了邻居 她得知 原来乔一之前怀过孕 可丈夫不允许她生 还时常家暴她 自从失去孩子后 她就变得行为古怪了 乔一这时又爬在窗户上偷看 她急忙喊小美回来 还态度强硬地质问她 都打听到了些什么 无法忍受的小美 收拾东西离开了 乔一害怕邻居再乱说话 趁着没人 用枕头闷死了邻居 还假装很伤心 扑进小安的怀里寻求安慰 乔一骗她 小美去和前夫复合了 小安静以为真 没有再继续问她的下落 每天看着这么鲜活的肉体 乔一不再满足于偷偷观察 于是她来到医院 谎称自己失去丈夫 伤心过度天天失眠 让医生开了大量的安眠药 她邀请小安共进晚餐 趁机在她的酒里下了药 在确认她彻底被迷晕后 乔一兴奋地解开小安的衣服 抚摸着她年轻的肉体 变态似地笑着亲吻她 占尽了便宜 可事情很快就败露了 小安收到了小美的来信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 小美还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她立刻提出要搬出去 根本不想多看一眼 这个发疯的老太太 乔一哪肯放过她 抄起平地锅 就朝她的脑袋砸了下去 顺手还补了几下 砸死了小安 她早知道小安没有家人 不会有人来找她的 乔一把她埋在了后院 还在她的箱子里 翻到了一大箱前 她决定用这些钱出去散散心 于是她写信给小美 为自己之前的态度道歉 希望她能在自己出去旅游的期间 照看一下房子 善良的小美相信了 她来到乔一家询问小安的去向 乔一说小安看到信口 连夜打包行李走了 小美伤心坏了 原来这个男人根本不想负责 在离开前 乔一带着小美参观她后院的苹果树 小美称赞 这棵树长得真漂亮 殊不知 树下埋着的正是她孩子的父亲 乔一告别了小美 开开心心地去旅游了 小美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里闲逛 发现有个房间被紧锁着 镜头一转 里面竟是一间婴儿房 看来小美的孩子也会落入乔一的手里了 胡江惊讶于乔一变态行为的同时 也不禁感叹 家暴真的会毁了一个人 压抑了半辈子的乔一 在丈夫去世后终于爆发了 她疯狂地宣泄着自己的欲望 利用身边的每个人达成目的 彻底失去了自我 胡江也借此呼吁大家 反对家庭暴力 关爱每一个弱势群体 我是胡江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